平时量血压量左胳膊还是量右胳膊 今天张大夫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 首先说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关注血压健康 好多人的自己在家里都注重量血压 这很好 跟大家说家里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不是140-90 是135-85 那么好多人会问 说我量左边量六边 是不是男左女右啊 没那么一说 两个胳膊哪边高量哪边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左胳膊偏高 我就平时量左胳膊 但是我要给大家提醒一点 如果两个胳膊血压不一样 别紧张 很少有两个胳膊血压完全一致的 多少呢 有一点点差距 这个大家不用紧张 但是如果两个胳膊的血压 比如说高压 左胳膊140 右胳膊110 相差20个毫米拱柱以上 这就不行了 这有可能反映的是病态 这个时候你要去做上肢动脉和锁骨下动脉的超生 尤其是低的那一边要特别注意 看看有没有异常 有没有狭窄 这就是张大夫今天想讲给大家的 如果大家觉得说张大夫今天讲这个视频有用 转发给身边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最近我会讲更多这方面 支持大家点赞关注 咱们后头听更多